未來設計天 越接近10月底的時候 假如投信之前是買的 然後開始 賣再賣了再賣了再賣了 就要解碼 對我覺得 不管之後會不會漲 既然你是看投信操作 你看到他賣難道你不該賣嗎 你還要跟他硬拼嗎 投資朋友歡迎收看台股達人秀 讓我們投資一起一邊談論 我是佑廷浩 歡迎今天我們的語台來賓 王兆麗 兆麗哥來到我們現場 哈囉 大家好 這個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啊 正我們都以為 乖離已經拉高 感覺這一波行情 已經到頂的時候啊 硬是給你在突破幾根 我們看像禮拜五啊 不管是道瓊工業指數 還是我們看到納指 都創下今年以來的新高了 那我看一下距離史高 那個總跌幅 大概就不到2% 倒瓊甚至已經完全收復了 所以現在市場上好像討論的 已經不是能不能收復錢高的問題 是這一次創高會創到什麼地步呢 不禁要來探討一下 因為上禮拜大家除了探討一些 整個總經環境的變化 我們看到台北股市跟港股 也形成了黃金交叉 當然它本身計算的權重方式不太一樣 可是呢 趨勢是早是確定的 港股在18年 當時是從3萬點一路跌到萬七 台北股市是從萬點一路漲到萬七 新成了黃金交叉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待會來跟投資朋友一一來做探討 那今天就從微觀面聊到宏觀面 從宏觀面再聊回微觀面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整個大的環境 就是說美國現在經濟的確是不差啦 但問題在於為什麼台北股市 它反映的是未來預估獲利的良好 但是港股卻是直直落呢 照理來講喔 你很多半導體的半成品 最終還是要運到大陸來進行最終組裝啦 所以它還是有一定的市場 它跟全球景氣應該是要聯動的啊 為什麼港股是頻頻破底 台北股市卻節節攀升呢 對 沒錯喔 我想在聊港股之前喔 其實我們先講美股 美股你看一下 道瓊就從剛才號碎 其實離歷史新高真的盡在指示 對啊 那一不小心就會裝下歷史新高 納斯達100的部分喔 納斯達指數其實也是相同 其實那個真的離歷史 其實假如說我們平心而論啦 第一個你說資金很寬鬆嘛 沒有對不對 因為升息嘛 等等因為縮表嘛 所以你說資金真的很寬鬆 你不要忘了 今年初還有一些銀行 銀行的一個資金流動的一個問題 美國銀行 錢哪裡來的 對 你看一下喔 那你說景氣真的有很好嗎 其實說真的也說說吧 美國的景氣也是如此啊 當然美國大概是全球當中 真的是數一數二的啦 可是說真的 你說它有真的很好嗎 好 也還好吧 可是指數真的快衝一下歷史 你說台股好了 我們再回到台股 台股景氣真的有很好嗎 你看那個景氣對這訊號燈 又摔到藍燈 11月份又摔到藍燈 但突破錢高了 對對 那股價 股價已經快創新高 之前幾乎都在藍燈耶 對 所以我的意思說 其實你假如說 就景氣來看 就貨幣資金面來看 其實你 說真的有這麼的樂觀 倒是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個地方的氛圍就是 你比如說像集團作帳 投信作帳啦 新台幣的升值啦 什麼啦 預期未來 景氣會好啦等等 電子業的復甦等等 那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正面的 可是其實股價漲多就會導致成 你的基本面跟不上 其實說句老話就是老人與狗嘛 又來了嘛 你說現在因為已經要到期末考了 那老師或教授想說 算算算算放學生意嘛 全部A加 過一下 撐過年底嘛 等放完寒假再回來談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對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說 其實我覺得現在喔 你要說 這個地方真的去非常的光 我覺得也不是啦 OK 就是就是你還是要 就指數越漲的時候 其實相對上來講 你就要保持謹慎 那我不盡要好奇了喔 你剛才講到老人與狗 可是兩隻狗 它的方向不一樣啦 一隻狗 不能講台北五隻狗喔 一隻狗它現在已經 準備要挑戰歷史現高 一隻狗它還在破 2020年底以來的持續破底喔 那我們要怎麼理解說 明明都是大中華市場的兩岸 通常外資進行調節 很多時候是大中華市場 統一進行調節喔 那為什麼台北股市可以漲到現在 港股卻破底破到現在呢 對沒錯喔 其實港股的部分 我覺得當然受到大陸股市的影響 其實這幾年喔 大陸股市也真的非常差 我們從過去來講 其實台股跟著兩大股市啦 一個就是美股喔對不對 因為跟著美國的科技業嘛 納斯達費半 另外一塊其實就是跟著大陸的部分 比如說他們我們的中概股啦 大陸的內需啦等等 欸奇怪了 現在大家都不跟大陸你知道嗎 所以你有看到現在在講中概股嗎 沒有啦已經好幾年 就是大陸股市不好 所以我們現在都跟著美股了 你知道嗎 好 那其實我們看一下 你把它放到 我覺得香港恒生指數的部分喔 其實說真的真的是蠻弱的啦 那大概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大陸的一個房地產的一個問題嘛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是疫情之後 大家覺得大陸原本要復甦 可是現在看起來 其實復甦的力道真的是小 不是太強 那第三個又有一些內部政治的問題啦 不管是香港 不管是大陸等等 然後中美關係緊張 升溫啊等等 所以導致成資金的外逃 再加上這一波 其實你可以看到漲的 比如說美國的部分是 其實也不是漲科技 而且美國金融股也漲蠻多的耶 半道窮怎麼會創新高 對 今年你看那些小模啦 或大模啦 就是最新都當 整個板塊 好像它就是僅落後於科技股而已 對啊 是啊 所以你看喔 其實香港的部分 當然我會看到 香港恒生指數銀行股 佔的比重 證據印象肯定是大 地產肯定是大啦 可是當然這兩塊來講 因為它跟大陸有連結啦 所以地產銀行不好 我相信 當然導致成香港恒生指數的 這樣的一個下跌 可是你說跌成這樣 我也很納悶啦 對啊 真的啊 全球的金融股其實都不錯啊 其實 全球的房地產除了商業不動產 你說美國有些房地產的ETF 我們不要說它在歷史高 可是它還是在相對高啦 那當然因為大陸自己本身的問題 所以很多的因素導致成 香港的一個下跌 所以資金就沒有 你是在為它打抱不平嗎 沒有沒有 怎麼會跌這麼多 怎麼會跌那麼多 其實我也覺得很納悶啦 當然我們是沒買它啦 可是我覺得股票市場真的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除非香港發生很嚴重的問題啦 不然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其實說真的 你覺得它還會真的跌很深嗎 再講到一個重點了 長期而言 從老人與狗的關係 它基本上是基本面好過於它目前的股價囉 我覺得應該是說 對類似 應該是說它的價值有一點被低估 我覺得 實際的價值 就股價跟實際的價值啦 好這個留給投資朋友 畢竟有政治風險 對對有 那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剛好就跟香港股市完全相反 第一個美國科技股的一個反彈 所以你看NASDA啦 或費一半最近的上漲 然後你像NVIDIA啦 這一波的大漲 AMD啦等等 所以帶動了台股的AI的上漲 所以這一波其實說真的 就是因為AI真的救了台灣的股市 AI救台股 然後重點是你事後現在來看 AI有創新 NVIDIA在前一兩個禮拜公布財報的時候 創新高之後回檔沒錯 可是台灣的AI有創新嗎 沒有 絕大多數都是 離高點大概至少還跌兩成 就是用力過猛 不過那一波也上來好 那當然另外一個 台灣的人投資人 很喜歡把股票跟政治搞在一起 對就是說 現在又有選舉行情什麼 又怎樣政策一定會復環等等 所以就增加了信心嘛 這不一定啊 這個不一定 誰勝選 有些類股輪動會很顯出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那個過去的經驗 你比如2000年 選舉還不是大跌嗎 因為網路泡沫嘛 08年金融海嘯不是大跌嗎 誰說選舉一定會大漲 有道理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這個不是啦 那其實我有時候看到 假如真的總統大選一定會漲 前三個月一定會漲 前半年一定會漲 那每年都總統大選 我們台股真的十年上十萬 對 這樣不是很簡單 每年都到 硬湊起來 人家有一陣子美國是怎麼樣 那個死亡人數越多 對不對 新冠疫情 那股市創的越高 對不對 我們總不能這樣解釋 對啦 不能這樣解釋的啦 但我們至少可以看得出來 整個港股跟台股 至少從你的基期來看 目前兩者所處於的基期位階 是差非常多的 對沒錯 好那就要聊到重點了 因為美國它必定是整個 終端需求市場的一個 重要的領頭羊 它好的話你勉強可以讓台北股市這麼高 它不好的話 港股再跌都有機會呢 對不對 所以從目前來看 整個美國的經濟市場概況 讓市場上非常 老實說撲朔迷離啦 因為我們都很清楚喔 你看輝達股價的創高 微軟股價的創高 幾乎已經暗示著 這科技幾大巨頭的 獲利通道已經完全打開了 未來就是復甦 可是你從消費面來看 這一次黑五的數據啦 這一次信用卡違約率的數據 幾乎都暗示著消費衰退即將來臨 那一個互利通道即將打開 一個衰退通道即將下行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預估 整個2024年上半年的經濟預期 到底衰退有沒有可能發生呢 你看最近10年接工在殖利率直直落 它直直落的原因 到底是因為衰退要來了 可是衰退來的同時 股價怎麼創高了呢 你怎麼來看 對其實這個真的是很吊詭 我覺得大方向應該是這樣說 現在啦最近的市場 美股的部分 其實它是反映金髮女郎的經濟 它認為未來 經濟基本上它肯定不會衰退 並且不會軟著陸 甚至於會溫和的成長 我先打斷一下 人家都說金髮女孩 只有你說金髮女郎 OK 好沒事你繼續 好來 然後我跟你講 它的通膨基本上來講 維持在相對低啦 那當然低利率的狀況之下 就會造就成這樣 這個是預期未來 可是我有時候在想 一定會溫和成長 就像剛剛浩瑩所提到 其實我講這個就是重點了 其實我跟你講 你說NVIDIA這些 單獨的財報很好 這個OK 對不對 有些的個別的財報很好 可是說真的 你又提到了 違約率 信用卡的違約率 利率維持 那抱委一直跟大家講 利率也不太可能 明年會下降 可是大家預期明年 五月份有可能就降息了 甚至於明年有可能降 五碼六碼都有可能 對不對 那所以很吊詭 那你覺得假如說 景氣真的是維持 還是不錯的狀況 會降 明年會降五六碼嗎 這預防性降了 像19年那種 降了一兩碼 一兩碼可能嘛 給你金融系統 稍微舒緩一下壓力就好了嗎 對啊 可能五六碼 五六碼應該就出事了吧 應該是金融危機 不要說危機 金融風險比較大了吧 所以如果降息 五六碼是市場的共識 那等於市場相信會衰退 對啊 那市場會衰退 但是把目標價都調高 對啊 那奇怪吧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非常 這是真的 我跟你講 這就是非常吊詭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有一點混亂 我覺得 就是這一段時間 他反映的真的是金融女郎的經歷 他認為未來會不錯 可是這未來的不錯的中間的過程當中 這些的指標又是混亂的 你知道嗎 就非常的混亂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講結論好了 不然我講完之後 大家多空都有也是很亂 對對對 所以你到底是多還空 我還聽不清楚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地方 我認為是高檔 高檔 高檔 不一定是最高點 可是肯定是高檔 因為 我講真的 我講兩個指標 你認為美債的殖利率 來到4.2這邊 真的會突然之間又往4%嗎 機會不大 他從4.8 4.9下來 也不過有一個月的時間而已對不對 技術面看起來 基本上是很有可能 很快的跌破4% 可是我跟你講 因為明年第一季 美國政府還是發了一堆公債 我跟大家 那你假如真的來到4.2 4.1 說真的發那麼多公債的情況之下 你用 甚至用4%以下 鬼要買啊 我覺得沒有 沒有人 你今天會不是說 政府公債真的發的非常非常少了 對不對 需求供給大量減少 需求維持不變 至少對不對 價格會少 公債的價格會少 可是你不是啊 你明年第一季還是發這麼多啊 你真的有這麼多債券的需求 我真的不太信了 我的意思說 殖利率基本上來講 不容易再大跌啦 OK 那美元指數跌到102 其實我覺得這一波也 應該也跌夠了 因為你看日元 墜落的日元也在升了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啊 等於說你針對目前的經濟形勢 不管是針對股票市場 不管是針對債券市場 不管是針對債券殖利率 或者針對美元指數 你認為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到一個極值了 乖離的高點了 好那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可是我們距離年底的作帳行情 還有一個月啊 你說一個月我就都不動了嗎 就都在這邊嗎 還是說我們其實只是指數不動了 但是類股仍然有持續作帳的空間 對沒錯 我想剛剛提到的是指數啦 那指數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地方就 還有我補充一點 因為這一波的上漲真的是 股市的上漲真的是因為殖利率的下滑 導致成本益比的上修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啦 那好 那剛剛提到 那既然本益比不會上修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兩天 稻窮漲比較多 費半真的沒在漲 那斯拉也沒在漲 NVD其實你看一下 公布財報完之後 財測完之後跌到現在 跌到今天還稍微破底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就代表 其實美股也有一個現象 位階低的股票其實在補漲 開始輪動 對就是它是一個輪動 所以當你位階 大部分絕大都是位階低的股票 說真的在美股 佔的權重都不大 那我可不可以這樣講 因為你看納指QQQ的部分 我看它距離歷史高點 大概就2%而已 都很低 可是我看羅素2000 喔那個 差了兩成啊 對對對 那我們如果 應對到台北股市層面的話 是不是也是這種感覺 就隨時台積電距離史高 也就那100塊而已對不對 連發科 或者說我們看到的 幾大科技權值股 其實也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因為也拉台蠻明顯的 那是不是台北股市 等於是往一些 中小型股票 貴買的部分 因為其實台北股市 我今年觀察 有很多主動型基金 今年績效很亮麗喔 那有沒有可能 在整體年底以前 還有更近一波的做賬行情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指數雖然不太動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現在呢 這個呢 其實你看最近的盤勢 大概你就知道 台灣的股票大概是這樣 假如電子股漲什麼 是非常投機的時候 IC設計 因為IC設計 有個中小型股你知道嗎 小型股的一堆你知道嗎 而且高價股 籌碼乾淨 對沒錯 低價的呢 就是股本小 很小 也可以玩啦 更好啦你知道 然後一拉上來就是比價 你知道嗎 不然就是集團做賬 就是什麼 所以你看IC設計 這段時間很熱 其實他都告訴我們一件事啦 其實第一 你說IC設計 真的轉期有很大嘛 其實Social啦 真的我覺得Social 就是資金的行情 可是你也不要忽略 有時候講股票的部分 漲與跌 當然未來的漲換 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是攸關到中堂線 可是短期之間而言 資金面啊 心理面啊 這些真的 題材性等等都有影響 好來 那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這個地方來講 你比如說 像中小型的個股 就相對比較有機會 因為你像羅蘇2000的一個上漲 搭配低位 其實好 那當然基本上 我們還需要選擇 未來有機會的 有題材性的 不只題材性 還有成長性的 那你像邊緣運算的部分 我想這一塊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也提了一段時間 你像AI的部分 其實也是相同的狀況 那我覺得邊緣運算 這一塊來講 未來它肯定 需要用到 這一些所謂邊緣運算的部分 那當然概念股的部分 基本面的部分 你稍微看一下啦 那概念股的部分 你比如說像研華啦 聯發科等等的 好那這一些我覺得 因為有些股票 真的有漲到啦 那你就等待拉回來之後 我覺得再做縫低的承接 我聯發科要拉回要很久 因為聯發科 我跟你講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 我真的認為 你看駝星都一直買對不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 它就是 那個高股息子率的概念 大絕大多數啦 所以你可以 當然有的人說它手機啦 有的人說它AI啦 其實講真的 AI是 AI到什麼時候 找題材啦 對啦 就是要買 找一個給你買而已啦 這漲上來大家就會找題材硬塞進去嘛 你就會信了嘛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Wi-Fi 7啦 其實Wi-Fi 7它也是一個趨勢 那Wi-Fi 7最近來講 其實有些股票真的也漲蠻多的啦 對 那我覺得你比如說像起雞啦等等啦 來接 我覺得這些股票其實也是等拉回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喔 因為最近的博通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 股價也稍微回檔修正 因為它併了一家公司喔 那有一家投行握有 它併了那一家公司蠻多的股權 我忘記哪一家了啦 那所以它肯定博通的現在股價 在相對高的狀況之下 併了那一家之後 這個投行它肯定會在高檔減碼一些 OK 對 因為它用比較高 高價的部分 就是用溢價的部分來進行併供 所以你可以發現 博通的股價最新來講 其實也回檔修正 那回檔修正的過程當中 你就看它腳慢慢走穩了 其實像起雞啦 置疑啦 中壘啦 萊捷等等這些 我相信這個也都是未來趨勢 因為明年Wi-Fi 7的部分 它的標準規格會定好 那整個量肯定它會是大的 所以基本上有一些AI題材的啦 或者Wi-Fi題材啦 都是等待有乖離拉回的時候 來進行補件 那不僅就要好奇 因為你總統大選 它就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那通常按照過往的格局啦 總統大選 剛才如同你所說的 它股價不一定上漲 但是它的肋骨的輪動 是非常顯著的 有時候是觀光 有時候就生氣 有時候瘋癲 那很明顯的 那隨著時間線越來越近 有沒有可能有更進一步的 拉抬空間喔 我想好奇 就是說我們以前一直講 投信作戰 投信作戰 到底做到什麼時候差不多 外資是聖誕節之前一定離開的嘛 對不對 就差不多了嘛 那投信大概是到什麼時候 因為我們總不能說 永遠做做做做到 12月31號最後一天嘛 對 總是有一個差不多的勢頭 欸我們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大家那就等明年 再來看外資回補的狀態了 什麼樣的時間點是值得來觀察的 那要如何搭配總統大選 對沒錯 我覺得投信作戰大概是這樣子 因為之前其實我在法輪圈 其實都在法輪圈帶過 所以大概投信大概是這樣子 你就看籌碼好了 因為你說真的 當然你也可以看報告啦 因為我跟大家報告 投信會買的股票 基本上你都看得到報告 因為他們會去扣公交 越多投信買 我跟你講券商的報告 肯定一堆啦 那你看不到報告了 基本上投信大概都不會買 因為你沒有報告投信怎麼好賣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投信比較相信投信 只要投信持續買 股價好像就是會比較容易漲 你知道嗎 投信假如持續賣 股價基本上來講就容易跌 對 所以你在操作賞而言 因為我覺得台灣投信真的蠻吃這一套 所以想要你看 未來這幾天 越接近12月底的時候 假如投信之前是買的 然後開始欸 賣再賣了再賣了再賣了 就要解碼 對我覺得 不管之後會不會漲 既然你是看投信操作 啊你看到他賣 難道你不該賣嗎 你還要跟他硬拚嗎 你是因為他買而買 那你看到他比如第一天賣好 你先不要理他嘛 假如一點點張書拿來 假如第一天就大賣 那就跑啦 就跑啦 反正他籌碼那麼多 你會跑輸他嗎 你又不是籌碼比他來得多 所以我想投信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剛剛的時候也有提到 其實美國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有一些 跌升的股票真的在談啦 你可以再查一下 比如說XBI 就是那個標普500的生技的ETF 其實他是創下波段新高的 這一波的新高 NBI的部分大概也類似啦 就生技指數的部分 那我覺得就台股的升級 因為這一波其實熱 就是最近這一個月好了 其實都在電子股啦 對 其他的說真的比較沒那麼熱 因為投機的氣氛反而這樣 可是這個會擴散 就是他會轉移啦 因為你有些低價的 低級期的股價炒上來之後 接手的人會少 他會尋找另外一個戰場 你就像AI有些股票 為什麼拉不太動 因為你之前已經漲了一大 上面套了一堆人 主力業內會另屁戰場 所以我覺得 生技是他另外一個戰場的部分 不管是作夢行情 不管是選擇行情 不管是標普500生技等等這些 那投資生技一定要注意風險 因為評價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其實說的 我跟大家報告 大家投資生技很少會賺錢 哈哈哈哈 買生技等於買樂透 對沒錯 大家的觀念 等解盲 所以我覺得大概幾個概念 一個就是什麼 你基本上來講 你有富爸爸的 這個比較安全一點點 你比如說像是鑽石投資 有中天啊 有富邦啊 有台新啊 那會不會他們年底要作帳 因為股價 因為相對上來講位階比較低 有富爸爸 至少比較不會出現狀況 萬一真的賠錢的時候 真的要現增 我們講萬一的狀況 至少富爸爸拿得出錢吧 你今天假如是 比較小的 那搞不好還很麻煩 好那第二個來講 就是看他過去的EPS跟未來 當然過去的EPS 只是非常參考的小的因素 可是假如有獲利 你比如說像1795的美食 它的獲利基本上 都是比較穩健的嘛 好那你就看它的一個 本益比的部分 當然漲多你不要去最好 另外一個 你像打斑蛋白的部分 其實這個就有法人報告 就是說 有我看了兩家法人報告 它預估今年第四季 大概就會轉虧而已 對 那明年有可能從今年 比如說賠錢 並且明年有可能賺兩塊錢 因為有兩家的法人報告 寫這樣 國內的券上 那基本上這種 機會就大了嘛 那假如你說大概20塊附近 其實說真的 以明年真的賺兩塊錢 本益比不到10倍 其實這種我覺得就有機會啦 那當然操作生計 我覺得整體的持股比重 不要太高 OK 因為生的是比較投機啦 當然 那你買樂透 你可以拿生價去買樂透嘛 對不對 OK 好啦 那當然投資朋友 更多的疑問和想法 可以加入 趙立哥的Line 8 裡頭有一些 微觀的訊息 有一些宏觀上的操作 不過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想問 其實我們剛才聊了這麼多 大概可以了解說 你對於短線行情可能有過度推高的疑慮啦 那我不見到好奇喔 就是如果我們的操作 並不是屬於短線操作呢 我們做投資的話 你看有很多人啊 他可能景氣信號燈 第一顆藍燈出現的時候 就開始買囉 一直買喔 一直買喔 你告訴我 我現在是藍燈 然後你要我居高思維 你會怎麼看 這些中長線的投資人 在目前的警衛喔 有些人是建議 你就下車啦 都要創屎高了 你還不下車 可是有些人說 我還在藍燈耶 我沒到紅燈 我幹嘛賣股票呢 所以趙立哥 你剛才聊的 其實很多是屬於短線上 我們應該應對行情的操作 中長線的投資人 我現在還持有還龐大的部位 我應該這個時間點要減嗎 要下車嗎 還是說 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還甚至可以多加碼呢 因為還是藍燈啦 你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喔 對 其實對於這個線上燈 這個喔 其實就從剛剛說 大方向是這樣子 沒錯 賣藍燈 賣紅燈 對 基本上一定這樣 你買景氣低迷的時候 賣景氣過熱的時候 現在藍燈要萬八了 對現在 所以你覺得 你現在 藍燈都已經搞成這樣 那你覺得 紅燈的話 紅燈的話 我說假如是這種概念邏輯 那紅燈 應該不只兩萬吧 我現在 因為藍燈八千點嘛 對啊 那紅燈那個時候就萬八了 對嘛 翻個兩倍差不多 你說現在藍燈 現在藍燈一萬七嘛 對 然後紅燈就三萬七 對啊 那這樣怎麼辦 那假如是這種邏輯 是不是現在要all in 是這樣嗎 我覺得不是啦 我覺得真的不是 有時候喔 有些指標喔 其實我說 大方向有時候是對的啦 可是 你套進來的時候 因為影響股價的部分 真的有很多的因素啦 我只覺得說 其實因為現在 我真的覺得喔 我還是覺得本益比真的太高啦 萬一真的 不如預期的時候喔 其實那個回檔後座率 其實是蠻強的 所以即便是投資 你也認為這個時間點 應該要多些減忙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 因為舊同說的 我們真的很少看到說 景氣藍燈 比如說好 今年年初好了 有可能一萬 三一萬四 結果持續藍燈 一萬八 然後這種現象 真的很難 難得看到你知道嗎 就像 那時候 疫情的時候 美國不是那個 失禪那個 跌停嗎 然後就是那個 三月份熔斷 對 熔斷的時候 就像 很少看到這種景象的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喔 其實 不是說我們不會分析 而是說 這個分析起來 是有一點盲點的 OK 對 我真的還是建議就是說 其實這個地方 就是大家持過比重控制 寧願少賺 對啦 寧願少賺 對啦 萬一看錯 歐印真的 跌下來大賠 真的很更麻煩 OK 提供投資朋友 多一些風險意識囉 尤其在這個 每年第四季 行情的牛市慣性當中 漲得越高 我們要越害怕囉 對 提供投資朋友 多做一些參考人留意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分享 我們就下一期 台股達人秀 再相見 感謝趙麗哥 感謝各位 我們請我們 我們下一個人 今天進行 座文 問題 是 能夠 頓 很難 亂 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